中国每年为了援助非洲 至少花五六百亿 这话呀可不假 非洲很多设施 什么铁路港口高楼大厦 中国出的力可不少 你是不是早就纳闷 为啥咱们要费这么大的劲儿帮别人 用这钱援助国内贫困地区不是更好吗 这条视频啊 帮你把这些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就是矿的事 非洲有全世界60%的矿产 一半的黄金钻石油猛都在这边 跟非洲老铁打好关系 那在矿产这方面 咱还怕被别人卡脖子吗 然后啊就是市场了 因为原建各种基础设施 3500多家中国企业入驻非洲 在本地创造了450万个就业机会 非洲老铁有了工作 那消费能力不就更强了吗 这就相当于多了个 10亿人口级别的大市场啊 这既能改善当地人的生活 又能缓解国内的产能过剩 拉动出口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 输出标准 啥意思呢 有句话这样说 三流卖产品 二流卖技术 一流卖标准 在非洲搞建设 施工材料电网标准 都得按照咱们中国的一样吧 以后修理升级配套 不优先选咱们 他还能选谁 所以这么看 援助非洲既有了矿 又有了交情 既提整了内需 又培养了依赖 还能提升国际形象 这好处啊可还真不少 说到这儿 肯定还是有人要问 那我还是不明白 为啥不用这些钱 援助国内的贫困地区呢 首先 中国扶贫的成就 已经是举世瞩目的了 比如啊 13年到19年 5700多万贫困农村人口 住上了安全住房 近1000万的贫困群众 进行了异地搬迁 平均每天都有6000人 从大山中搬出来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也扩大了近5倍 很多落后地区 也做到了村村通公路 通电网 有宽带 建设西部用的是国内税收 而援助非洲用的是外汇储备 咱们外汇储备虽然多 但全是美元 如果把这些美元 兑换成人民币 在国内流通 央行就要大量的发行人民币 这样势必会加剧国内通货膨胀 国内不能花 美元还在不断的贬值 投资国外呢 自然也就是最好的办法了 所以啊 援助非洲跟支援西部 两个同时进行 其实并不矛盾 现在你明白 咱们为啥要援助非洲了吧